到13列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就做一個四列到第13列 然後這個是J 這邊有個O 這樣子敘述 OK 然後標準不標準 輸出到L欄 看一下是不是L欄 應該是沒錯 L欄 這個L欄 OK 然後呢直接輸出好了 直接執行一下 看一下 有沒有一模一樣 另外的話呢 插入一個什麼呢 Function 所以這個順便講一下 那個叫增減體重好了 簡短一點 或者叫增減體重函數之類的 那跟使用者要一個百分比 然後這邊我試一下 這邊插入一個函數 然後一樣在使用者制定裡面 有一個叫增減體重 然後百分比是這個 按確定 向下填滿 一模一樣 做法上面的話 基本上前面也講過了 所以第一個 跟使用者要一個百分比 然後把這個百分比 拿來做什麼 拿來做判斷 如果這個百分比 大於0.05 或者是 這個百分比 小於 負0.05的話 然後 返還給誰 增減體重自己本身 所以增減體重一定是放前面 不標準跟標準 OK 這樣的話呢 這一題我們就完成了 所以差不多啦 反正跟前面大概做法都一樣 所以mine run 你大概知道 VBA 這兩種情況 可以 完成 那最後 不過後來我同學問了一個問題 非常好 他說 老師 通常是這樣 因為 比如說這個是健身中心的那個 一些會員的相關資料 那當然 你的健康 健身中心 你需要留下來 一定 一定是 身體重一定是 過胖或過瘦 就是不標準的 如果是標準 說真的他應該也不太會來健身的啦 他已經這麼標準 他來健身幹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通常呢 不標準的 其實就是 他們可能的 客戶 族群 所以他就有個需求說 我如果今天希望 怎麼樣 自動幫我把 標準的刪掉 留下 不標準的 那以前你要怎麼做 以前你就是要 選取對不對 然後按Ctrl鍵 再選取 然後呢 再按右鍵 再刪除 對不對 但是如果資料量多的時候啦 你可能這樣的方法就行不通了 那常常你會有大量的資料 可是裡面某些資料是你不要的 那你要刪 你要慢慢一個一個慢慢刪 那如果資料量多的時候 你光這個動作你就要做很久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一鍵完成 按個按鍵呢 自動全部幫你把不要的資料 全部刪光 這樣的話其實還蠻方便的 這一招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除了可以刪掉不要的 比如說還有什麼刪掉那個空白列啦 有沒有 你們有很多地方需要刪掉空白列 他的方法都差不多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如何 快速的幫你刪掉 你不要的資料 這個 等一下再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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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